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一周之望 又是6月8日, 星期六的時間 剛剛過了一個星期, 整體港股 在過去一個星期來說,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上上下下, 仍然都在18,000樓上 但是你要破上去, 18,700又頂住你 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連外圍, 美股那邊都在做一些整顧 都令到很多投資者, 在現水平入市的態度轉為審診 又加上, 美國在星期五公佈了飛龍新增席位 數值未出來之前, 大家都不敢做事 下星期來說, 也很快就會有一個議席會議 所以, 即使在上個星期, 我們看到很多的數據都在反映著 美國那邊的確確是有個機會, 在未來的時間是有個減息的 亦都在市場預計, 最快來講, 可能是九月就會減息 因為, 在加拿大和歐洲那邊來說 不到開始進入了一個減息週期 很多人都會相信, 美國都跟著減 在剛剛的一個星期, 如果你看回中國內地的股市 跌的, 美股還有得升, 港股都還好, 有得升 如果看回市場來說, 九個指數 他們都是見到那個走勢是個別發展的 好一點的, 都是科技類股份 無論是香港這邊的科技指數, 升了2.2% 又或者是美國那邊的納指, 升了2.3% 都是相對比較起, 其他的指數是做得好的 那麼, 將過去一個星期, 恒指也好, 國指也好, 甚至是 比如說, 美股那方面的三個指數 將他們的整體升跌幅度 和波幅一周的高低位的波幅 都做一個比較 將它列在圖上 我們一看到, 他們的數據是比較分散 即是說, 以往, 在一個比較大的升幅底下 他們通常都會是伴隨著一個比較大的高低波幅 但是, 去到上星期, 這個情況是有少少改變了 我們看到, 起碼, 三個的內地指數 都是跌了下去的負複度 那麼, 見到, 那個走勢都出現了一個, 即是叫做下跌的形態 那麼, 整體的表現, 當然不是太理想 但是, 起碼, 比起之前一個星期 我們看到, 波幅越大, 跌幅越大 那個情況, 開始有一個改善 那麼, 這個情況, 我的解讀 就是, 接下來的股市 無論是中國, 內地, A 股那邊 甚至是, 美股那邊 又或者是港股那邊 都是有機會是好轉的 那麼, 若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接下來這個星期, 就算有那個 美國的議席會議出現 大家都不用太過擔心著的 那麼, 剛剛這個星期來說 那就是, 重要的數據 都是在那個, 即是叫做 PMI 數據裏面 那, 無論是說, 內地的 PMI 數字 在那個, 服務業 PMI 又或者, 就是說, 美國那方面 在那個, 叫做製造業 和服務業的 PMI 只可以說, 是個別發展 沒有一個, 是很明顯的 單一個方向 那麼, 這個情況, 也都呢 就著, 就是, 整個環球經濟 都仍然是維持在一個, 叫做 開始是進入了, 是做好 逐步的經濟回穩的一個階段 那, 所以, 是明顯看到 這些數據來說, 還沒有一致的方向 那, 不重要的, 其實這些數字來說 都是顯示到一件事 大家對於, 未來的整體前景 都還是慢慢地改善 那, 是有助於, 股市在短期裏面 是站穩住的 那, 我們再看看 那, 雖然現在來說 美國在剛剛的飛龍新增職位 出來的數字, 令人擔憂 因為, 比如說, 看到 現在來說, 他們在剛剛的 5月份, 數字是達到 272,000份, 新增職位 比市場預期的18萬份, 是多了 那, 都, 令到大家擔心 整體就業市場這麼強健 是會影響到, 大家對於 未來來說, 美國有減息的時間表 和可能性 那, 就算你現在來說, 就業數據 不是太過, 即是理想 譬如, 例如, 是那個 收入率, 回到4%, 都顯示到 現在來說, 整體的 這個全民就業, 仍然都很接近 所以, 在數據一出之後 我們看到, 兩年期和十年期的 美國國債息率 一下子就飆了上來 那, 也都是抽升了的 同事, 整個 兩年期和十年期的 息差, 未有太明顯的 收窄, 或者是擴闊 那, 只可以大家繼續看著 未來, 不是真的有一個很大的 機會減息著的 大家都不要想著, 即是 九月之後會有一個減息 所以, 都可以去這樣理解作為 就是, 市場的看法 都是比較偏向審慎的 那, 我們也都見到 就是, 根據美國那個 聯邦基因利率期貨 我呢 . 作為預期, 真的 未來究竟整個 美國 幾時呢 會有個減息的機會呢 那, 就是比較難看 無論說, 即是, 即是, 即是 接下來, 即是, 即是, 即是. 即是 spit裤的議息會議 又或者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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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es.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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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考慮了 是, 即是現在呢 82, 即是. 即是每到 principles 亦沒有超過一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不要太大期望 整體上股市現在這個時間 不會有太大的下跌空間 但是如果你炒高了 因為大家預期會減息的話 要小心很快就升到頂 也很快又會跌回頭 跌不下去一些低位 但是回調的時間 也可以完全抵消了 之前預期的息率會減少 而產生的升幅 如果你看回美匯的走勢 更加清楚 市場對於美國方面 在短期內會減息的預期不大 因為如果看回 之前大家想過9月會減息 曾經的美匯都跌過到104樓下 但是很快 一天就已經把這個情況扭轉 令到美匯那方面 一下子彈回到104樓上 也非常貼近105 因為最高的時候 去過104.95 大家預期 美匯會在短期內轉回 可能會輕輕 令到美股方面 有少許壓力 但是對於外圍方面 包括新興市場 產生的影響就會大些 所以可以去看回 短期內 無論是香港也好 或者亞太區的股市也好 未必可以看到 有很大的上升動力 我們也要看回 道指那邊 剛剛這個星期 就是由低位3.8萬 這些水平 一步一步 去回普利加通道的中軸 對於整個 美股來說 其實不差 因為在短期內 如果我們看到 道指的走勢跌得這麼急 反彈的力度也有 而且也看到 RSI也上升到30流 上升 的確確可以幫到 美股在短期內 回穩 甚至是轉回 向上的情況 是可以在短期內發生的 這個情況 其實在美股內 不是沒有出現的 因為我們也看到 無論是這個 標本白指數 又或者是這個 納指也好 都出現了 即是繼續破頂 在過去一個星期來說 這兩個指數 隨著 就是晶片股份 進一步上升 進一步創新高的時間 是看到的確 是帶動到 他們是破頂的 而且 最後星期四 星期五兩天 我們看到 就是說 晶片股份開始回調 因為 有消息傳出 就說 美國政府那邊 可能會動用 一個反壟斷法 去調查 這個 Intel 這個 是英偉特 不是Intel 是英偉特 以及 微軟 如果這個消息 繼續在市場發酵的話 晶片股份 可能會受到影響 而限制市場的上升 所以 可以看回 這一陣 三個主要指數 是在短期內 已經分別見到頂部 會調會出現 但是 跌幅未必太大 尤其是看到 三個主要指數 對於地址 對於地址 本身來說 我們都看到 整個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不算太窄 如果你是在相對窄的情況下 它收窄會限制整個下跌的空間 除了三個主要指數 它們本身的整體周勢 不弱 亦都沒有受到 整體減息的機會 是相對比較低 而影響到 尤其是 當我們看回 VIX 這個指數 更加明顯顯示到 一件事 投資者似乎是不太害怕的 即是 你看到 投資者原本 看到減不了息的話 原本 就說 很擔心 擔心 會跌得很急 而是利用一些 其權 作為一個 對沖工具 但是 見不到 VIX 爆上去 我們都看到 最多的情況 一個星期前 大概去到 14.8 這些位置 就不足以令到 整個市場跌到 一個低位 所以 只看回 這一陣 大家的看法 都會比較 樂觀 所以 美股沒有問題 大家就不用太害怕 至於 油價 近日 都看回 跌到 2.48 這些位置 整體上 美國 整體石油庫存 都是 主要的 因素 是推了 油價 跌下來 但是 如果 看油價 最重要的是 看中東 局勢 很多 不理因素 突然又 走出來 無論是 也門 胡賽 部隊 連美軍 都敢搞 所以 如果你看 這個時間 再加上 以色列 和 哈馬斯 那邊 還是沒有機會 會停火 所以 油價 跌到差不多 有彈 不過 只看回 82美元 這些水平 所以 都看油價 升不上去 石油類股份 炒這一轉 就沒有之前 這麼嚴重的 可能都要 就是 就著來玩 不要說 一年多 相信油價 可以是急升 至於 看回 主要的 人民幣匯價 也都在整體 美匯的走勢 就是飆了上來 理論上 應該人民幣 都會跟著 跌得 比較明顯 但是 又不是太大 那個幅度 因為 起碼來說 前一派 7.25 7.8 都沒有 試回去 所以 如果你看回 人民幣的弱勢 稍稍是 轉弱了 但是 沒有足夠的動力 將整個 人民幣的匯價 推到一些 很低的水平 我們之前 有很多人說 人民幣去到 7.28 應該 就不會再 弱下去 就是沒有可能 去到7.3 雖然有很多人 就會覺得 現在 美匯的強勢 可能都會嚴重 但是 這個強勢 純粹是因為 大家對於 接下來的 減息機會 是相對低下 而是拉動它 不是 因為 大家覺得 美國那邊 會再加上 息 如果美國不加上 息的話 整體 美元 和人民幣的 息差 就不會有 再度擴大 這個是 對於人民幣來說 也不會構成 很大的壓力 至於 看回港股 港股 在過一個星期 可以說 整個六月份 第一個星期的表現 其實 如果我們看 就不算太差 因為 如果我們看回 恆子 已經是連續 第五個星期 屬於一個 揚足走勢 而且 在月線圖 裏面 升到 保利加通道 中軸流上 雖然 RSI 還未去到 70 但我們 不可以 要求太多 因為月線圖 走勢 相對 比較落後 現在看到 月線 基本上 已經是 RSI 在50 這些位置 都屬於 比較強的 形態 對於整個 港股來說 我相信 月線圖 已經在反映 一個偏強的 形態 也沒有 在短期內 需要大幅 回調的 壓力 回到上星期 過一個星期來說 其實 比較多的事件 影響到資金的流向 起碼我們看到 一件事 當美國 整個市場 都在調整 整個港股 其實都先調整 理論上 去到低位 不應該有太多的資金 流出流入 因為大家都在等待 機會 等待一些 新的消息出來 但是 看到 因為之前 MSEI 動了指數的比重 恆子 剛剛那星期 亦有一個 換話的動作 令到 資金 在那兩個 日子 出現 比較明顯的 調配 我們看到 之前 星期五 5月31日 看到 MSEI 那邊 有一個 調配 令到 那天 有大量的資金 在收市時 流走 但是到星期一 因為 預計有一個 比較大的 資金 未完成 調配 所以 那天 很明顯 有些錢 在市場上 買貨 星期一 有92億 另外 其他幾天 除了星期二 有少許 2000萬 的資金流出 其他都還可以 所以 如果看 過去星期 開始的 競價時段 有128.6億 的資金 流入算不錯 那 雖然 追貨比例 不算 很強 到 每天都是 100 但 你也看到 除了星期二 是 1% 流走 其他時間 追貨率 到達 八成 一點都不差 起碼顯示 一件事 開始的時候 有人追貨 當然 追到最後 會不會 破到位 看回過一個星期來說 幾天 去到二天線 附近 回頭 連續幾天 出現了 先高 後 回的走勢 陽足 做不到 出資陰足 顯示著 高位 回調壓力 比較大 另外 看回收市 資金動向 除了星期二 比較靜 因為那天 似乎市 還未找到方向 所以那天 收市的時間 只有2400萬 的資金 如果 看回其他 時間 大多數時間 仍然維持到 一個比較強的 資金流入 例如星期一 有28億 星期五 因為 恆子 調配 那天 收市的時間 多了 107億 其實這天 我們真的需要 把它調走 不過 如果 調走之後 起碼 看到 過去的一個星期 收市 顯示到 收市的水平 仍然吸引到 投資者去買貨 都算不錯 所以 如果 用收市的 勁價時段 資金去看 整個市 沒有出現 一個大幅下跌的 風險 如果 開市 收市 資金流 加起來 然後 利用藍色線 去反映 這個總資金流 就在過一個星期 更加明顯 是斜度 明顯 是斜了很多 標上來 主要是因為 在 MSEI 動作 換 裡面 比重的調配 又加上 恆子 有換馬 都令到 走勢 比較斜 當然 你說 這個情況 算不算是一個很強的 資金流入 如果 走勢去看 嚴格來說 不算 因為 它不是因為 一些主動的資金追入 是屬於一些 被動的資金 因這個因素 我們再去看 拆開 變成 一個 收市和開市 開市的資金 就是綠色的線 收市的資金 就是藍色的線 藍色的線 如果我們 將它 不考慮 因為 被動的資金 需要買東西 變成斜度 斜了很多 但我們 至少見到 綠色的斜線 都有少少 是 增加 斜度 也顯示到 開市的時間 投資者 還是肯薄 令到 整個 港股 在現在的水平 未必 那麼差 雖然 未有一個證據 顯示到 在收市的資金 都是屬於 一些 繼續看好 但是 起碼 開市 有人肯追 港股也不會 跌回頭 如果 剛剛 過去一個星期 在開市和收市的 競價時段 我們 如果 要留意 整體 總的 資金流入 看看 成分股 如果 看看 頭十隻 最大的 資金流入 其實 看到 超過 有九隻 看到 資金 超過 十億 至於 流走 那邊 只有一隻 是屬於 超過十億 的資金流出 所以 暫時看到 流出 流入 的 比率 有九隻 流出 只有一隻 都顯示著 整體動力比率 都算是不差 而 在 上星期 我們 將 成分股 過去一個星期 錄得的 升的幅度 或者跌的幅度 和 同一隻 成分股 在一個星期 裡面 資金流入 的數量 比上星期 做比較 我們一找到 其實都不少 的股份 屬於 一個 強勢區 至少 看到 李健康 另外 就是 紫金 另外 就是 中芯 再加上 騰訊 都會屬於 股價就繼續升 資金又繼續升 這類的 強勢類股份 在未來的時間 似乎 這些強勢區 的股份 仍然都會繼續 撐住市場 至於 在過去一個星期 有沒有一些股份 錄到 資金流入 但是股價跌的 這類型的股份 是很奇怪的 大家覺得 跌下來 都會有錢買的 那是什麼呢 就是覺得 他們的股值 便宜了 所以肯買回它 看到 其實都有 兩隻 一隻就是新世界 第二隻就是 百威亞泰 它都是屬於 一個叫做 跌下來 有資金肯買的 一個 潛力區股份 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兩類股份的 整體表現 以走勢去看 短期來說 我們看一條 叫做 一小時的走勢圖 一小時圖 裡面 我們看到 整個行指 跌下去 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也就是說 在剛剛這個星期 尾段的時候 再去到18,300的水位 去到這個位置 RSI 還未去到30 樓下 也看到 保力加通道是垂直高度 也相對比較窄 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 會有機會 整個通道 通道擴闊的機會 是比較大 這 這個空間就會增加了一點 不過幸好因為RSI也不太貼近30% 所以這個RSI還未到30% 去觸發到最一步急跌 可以這樣看 這個指數就會用上一個底部18000點 作為一個短期的支持 至於如果看小事圖 看到支持的話 我們也嘗試找回 究竟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這個指數再彈上去 或者阻力又會在哪裏呢 這個就交回到日線圖 日線圖其實過一個星期 連續幾天都曾經試過上去 10天線流上 甚至試過20天線 但無功而還可惜 令到連續幾天都出現陰燭的走勢 甚至是最近星期五 就出現了比較大的陰燭 這個陰燭的走勢 然後跌回頭 顯示到去到20天線的位置 阻力又會出現的 在這個阻力相對大底下 我們都相信 不是那麼容易升穿 大家都是看著 這個寶利加通道的中軸 或者是20天線的水平 會成為一個重要的阻力區 如果指數去到這些位置 大家又要小心一點 至於整個港股 在短期內的 trading range 會如何呢 我們相信18000 是一個相對好的支持位置 接下來可能會 在議息會議前 會跌回到這些位置 只要跌不穿 並且RSI也站在30樓上 應該會很快的反彈 至於上來 那條20天線剛剛才說完 就是一個主要的阻力 來到這些位置 升不到上去 也都很難看到 有一個比較強的反彈力度 大家都是看著 20天的二龍平均線水平 這個星期來說 其實都比較重視 焦點在議息會議上 尤其是五月份 就業數據仍然比較強 我們也看到 美國在短期內 減息的機會 基本上是不高的 開始減息機會降低了 的確會拖累到 美股的整體走勢 尤其是這個星期三 在美式公佈之後 會有聲明會更加重要 我們相信現在來說 會有聲明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期望 大家都不會寄妄 在那段時間 會轉回做一個夾派 因為就算你看到 過去這個星期來說 無論是加拿大也好 甚至歐洲也好 減了息 但美國那方面的官員 似乎都沒有什麼表示 當然有人會說 基本上 在那個議息前 一個星期 他們都會屬於一個叫做 隔密期 就不會說話著的 但是呢 可以這樣去看回 市場的看法 似乎對於減息的可能性 不大 所以就算他說什麼都好 在那個會有聲明 應該大家都不會 改這個看法 至於短期來說 美國的通脹壓力 是一天未消除 當然都會令到 美股升上去的力度 會受惑 但起碼有一件事 我們都留意了很久 就是 VIS 一直都沒有上去 一些比較高的水平 尤其是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VIS 去不到18以上的話 市場跌回 都是非常之有限的跌幅 所以如果你看回現在來說 VIS 沒有升到上去15 甚至是 在昨晚出了 非常新積位 VIS還是下跌的 而現在來說 似乎大家 不太相信 美股會再有 短期內急跌的情況 晶片股雖然都回調了 令到 美股在短期內 受阻 不過 可以這樣說 未有令到 美股的強勢逆轉 我們都相信 晶片類股份 在短期內 只是屬於一個回調 亦都是 就著 美國 有一些消息指 就是 美國政府那邊 會動用 反壟斷法 去調查 一些 晶片股 但是 影響 短線 是有阻力 但是 中長線 始終 基本上 你不是一個 壟斷 或者 走一條 所謂的 就是 反壟斷法 可以令到 整個情況 改善 所以 對他們的整體 是沒有太大影響 我們都見到 港股短期來說 基本上 都是以一個 回調為主 暫時來說 未有太大的回調壓力 回到萬八的水平 站得穩 這一陣再回調的話 都是看著這個水平 至於 為什麼會回調呢 其實 在過去這個星期來說 很多消息出現了 無論是科技類股份 業績出來 又或者是 汽車類股份 他們的銷售數字 以及 金融類股份 在市場上 吸納資金 都輪流成為 市場的一些主要阻力 因此 暫時來說 未令到大市大跌 但是 這個氣氛 暫時來說 還未太好 不過 這個氣氛 我相信 隨著 在剛剛這個星期 中、港、美 三個市場 他們的指數 互動關係之中 似乎是反映著一件事 氣氛是有機會好轉的 在過去一個星期來說 MSEI和恒指換馬的影響 影響到整體的資金流向 所以 資金流是非常之大 不過 如果看回這個星期來說 到星期三 美國聯儲局的意識會後聲明 過了之後 之後 資金的方向 才會比較明顯 所以現在來說 暫時的資金流 對後市產生的 啟示作用不算太大 反過來 現在來說 市場轉入一個 反覆的情況 整體的資金 反而流向一些 電訊類股份 內銀股 主要他們都似乎 以收息為主 短期來說 恒指的主要支持 就會在晚8點 再檔一次 晚8點這個位 就是一個支持位 去到18,700 就會是一個 比較大的 主要心理的阻力 這個二天線在附近 現在來說 如果我們看看 就算是回調的話 我們用一個 比較重要的 回調目標位 就是 14,794點 上到最高 是159,706點 計算38.2%的回調 所以 17,800 就會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支持 這個位 真的不能失去 失去的話 就麻煩了 過去一個星期來說 市場都比較 反覆審慎 接下來一個星期 可不可以有一個 更加好的 反彈 甚至是 氣氛轉好 當然 這些數據來說 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留意 就是 星期三 內地會出回 5月份的CPI和PPI 經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CPI 終於轉回 一個正數 這個正數 我相信 都會繼續 在未來的時間 維持 至於 PPI 仍然是負數 這個數 真的會有影響 對於未來 希望 負的PPI 儘快轉回 一個正數 至於 除了 內地 美國 都會在未來的時間 公佈 CPI 的數據 所以 都要留意 今個星期 來說 很多 CPI和PPI 的數據公佈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 星期三晚 美國時間 星期三 中午下午 即是 星期四 凌晨2點 就會公佈 議息結果 看看結果 之後 那個議息聲明 會說些什麼 也要留意 就是 同一日 星期四 應該是 美國 內地 就會出賣 新生貸款 社會融資的規模 這些都是顯示著 內地方面 經濟增長 能否修復 一個比較強的 勢頭 是一個重要的 自由 所以 今個星期 多數據 大家來說 就要給予多些 時間 去看這些數據的發展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 走之前 就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 還未subscribe 的 要subscribe 再加上 如果可以 你幫我 把這段影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 可以利用 我給出來的 資金流數據 作為 一個分析後市的方法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